我们一样是来看一些留言上面的问题 这个问题说 传说海鲜有毒 它会影响伤口的愈合能力吗 那么动完手术后 是不是就不要吃海鲜 要忌口 这个一样也是很多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点 这个确实是传说来的 所谓讲说这个东西有毒 那个东西有毒 各位只要永远记得 如果说你对于这个食物 它是没有过敏的 比如说有些人会对鸡蛋过敏 有些人会对虾过敏 那么你就不要吃这些食物咯 不论你什么时候 基本上你都不应该要吃这些食物的 包括患癌的时候 所以跟这个海鲜 它有没有毒是无关的 因为这个情况 它主要是过敏造成的 那么它会不会影响伤口愈合的能力呢 其实不会 而且反过来 它还会促进伤口的愈合 为什么 因为海鲜 包括鱼肉啊 这一些贝类啊 头竹类啊 这一些 它的蛋白质都是很油脂的 这一些蛋白质呢 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原料 可以帮助我们修复伤口 它里面还有好的油脂 那这些好的油脂呢 它也是原料来的 而且它还可以降低发炎的情况 所以你有吃这个海鲜 然后你是把它当作蛋白质的食物来吃 那一天大概吃一份到两份 大概一个掌心的大小 这样子是一份 那两份 这样其实就已经算是蛮好的蛋白质 还有油脂的来源了 所以吃海鲜其实不止没有害 它还有一些好处 那只不过 唯一 各位要留意的就是 这一些海鲜呢 如果它已经是不新鲜了 那确实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那因为可能你不新鲜的话 除了不好吃之外 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菌啊 在上面生长啊 可能会另外造成一些人的过敏 所以也有可能一些人他们觉得说 这个食物它有毒 那可能是本来这个食物它不新鲜了 然后他们做成食物了之后造成的过敏 然后造成的误会 所以这个不是海鲜的问题 是食物的储存跟料理方式的问题 那么讲到储存就要讲说 你要怎么样保持这一个海鲜的新鲜 那么我这边会特别建议各位 如果说你买的鱼是比较大条的 那么你可以把它给切断 然后分开的冰冻保存 那这样子的话 你每次要吃的时候 那你就是拿一块出来就够了 你不需要整条拿出来退冰 然后切了你要的分量 然后又再放回去 这样子一直退冰 结冰 结冰 结冰的情况之下 那么它就会影响 这个肉类的新鲜度 那当然不止鱼类啊 那些虾啊 甲壳类啊 螃蟹啊 贝类啊 这一些基本上都是同样的道理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那如果你对癌症相关的营养知识有兴趣的话 欢迎点击旁边的链接参加我们的抗癌之道 天上免费分享会 并且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